相继发布了《流年呀你奈我何》 无处安放两首新歌后 汪峰2015年新专辑的第三首主打歌《你走你的路》 也在9月15日正式上线 汪峰发微博称 一直喜欢伦纳德·科恩的诗歌 极简的语句倒进人生百味 新专辑里终于用他那首甜蜜小诗 写下了这首简单的歌 歌唱着晃动着 并向永远的科恩致敬 2015新专辑第三首单曲 《你走你的路》 《我也走你的路》 随后张子怡转发汪峰微博并写道 《我走我的路》 《你也带走我的路》 幽默地秀起恩爱 这首歌与之前汪峰的录音室作品有所不同 它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 表达以爱恋为中心的主题 歌曲的风格也变得轻快优扬起来 充满感染力 面对世人成敦的口水与鄙视 我懂得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家伙 明显的展示了内心的坦然 《你走你的路》 《我也走你的路》 《当我看到你笑》 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的歌词 也是文艺法师族的表达了情感 相继发布了《流年呀你奈我何》 无处安放两首新歌后 汪峰2015年新专辑的第三首主打歌 《你走你的路》也在9月15日正式上线 汪峰发微博称 一直喜欢伦纳德·科恩的诗歌 极简的语句倒进人生百味 新专辑里终于用他那首甜蜜小诗 写下了这首简单的歌 歌唱着晃动着并向永远的科恩致敬 2015新专辑第三首单曲 《你走你的路》 《我也走你的路》 随后张子怡转发汪峰微博并写道 《我走我的路》 《你也带走我的路》 幽默地秀起恩爱 这首歌与之前汪峰的录音室作品有所不同 它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 表达以爱恋为中心的主题 歌曲的风格也变得轻快优扬起来 充满感染力 面对世人成敦的口水与鄙视 我懂得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家伙 明显地展示了内心的坦然 《你走你的路》 《我也走你的路》 《当我看到你笑》 《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的歌词》 也是文艺饭十足地表达了情感